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天是暖 夏天是热 秋天是凉 冬天是寒冷 这些是这四季的特征 所以在大地的植物亦呈现春生夏长秋秋冬床的现象 所以我们人也应该像植物一样跟着这些自然的规律 简单来说就是春夏我们要晚一点睡 要做起床 而秋天就要早睡早起 冬天就要早睡 晚起 根据日本东京几间大学联合进行一项研究 结果在第五届国际睡眠研究和睡眠医学会联盟会议上公布结果 在调查了3017名年纪由23至90岁的健康成年人后 他们发现如果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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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容易有高血压 更风陨于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要知道 几点钟为最早是好的 而在英国威尔斯特大学也有研究发现 早上7点21分起床是最好的 如果在5点22分至7点21分之间起床 血液内可能会引起心脏病的物质增加 根据专家的研究结果就是 秋天起床的时间最好是早上7点21分 7点半 容易计算 而6点起床就是相对四季都适宜的时间 这样是可以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 也可以令你有阳气吸收得到 除此还有很多研究证明 每日睡7个小时是最适当的 如果你的睡眠少过6个半小时的人 可能会减瘦 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 大脑退化会提前4-7年 如果你的睡眠时间平均低过7小时 你每睡1个小时的人 你的死亡率就增加9%了 其实不同年龄的人睡觉的时间是不同的 老人家一般是不能少过6个小时 最好是11点之前就睡觉了 晚间睡觉的质量不好那些 如果这样就最好下午休息一下 但是休息5岁的时候 不能超过1小时 否则你晚上又会令自己转转失眠 但对青少年来说 小学生这些应该保持10个小时的睡眠 中学生就9个小时 否则会影响未成年人体格和神经的发育 导致注意力、记忆力、自控力都会下降 还可以引起免疫、内分泌、混乱 导致肥胖 所以总结来说 7点左右起床就最好 最好还能够早15分钟 在床上醒了之后 做一些伸展运动 我介绍给大家 松弛一下之后 然后起床 洗澡 准备你一天的工作 但是如果是超过80岁 血压比较高 而心脏又不是那么好的老人家 你一定要有足够睡眠 早晨呢 不要这么做起了 晚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早晨的时候 交感神经是很兴奋的 心脏负荷本来就有问题又重的 如果一早起床 还去剧烈运动的话 对身体更加不好 但是如果早上去 神运散步 打下太極 这些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呢 这些老人家 最好是 晚一点点或者傍晚的时候 身体状况是最好的时候 才去运动 对于那些习惯好早 或者有些四五点就醒的老人家 最好早早 不要睡觉 你下午的时候 或者傍晚的时候 做一点点的运动 多些运动量 是能够消耗你的体能 令到你的人有安定的作用 而且令到你晚上的睡眠 质素可以更加好的 那就不会说一早就醒了 各位不同年龄的朋友 听了之后 是不是应该知道自己应该 几点起床最常算呢?